肝脏对于每个来说,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如果我们的肝脏遭到损害,那么就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。 肝脏不好的症状有哪些,如何养肝护肝,以及养肝护肝的食物都有哪些呢?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一,没有食欲,消化不良如果肝脏出现了问题,容易让出现食欲下降,消化不良的症状。 一旦你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,那么就需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与治疗。 二,低烧如果患有肝炎,那么患者特别容易出现低烧。 这主要就是因为肝细胞坏死,从而影响了肝脏解毒的功能,那么就会刺激体温调节中枢,而就容易出现低烧。 三,右上腹部疼痛 当右上腹部出现疼痛的时候,你需要警惕,这有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,最常见的就是急慢性肝炎。 四,脸色发黑肝脏对铁的代谢起着重要作用,平时肝脏内积蓄有铁成分。 肝细胞遭到破坏的话,肝细胞内的铁会流入血管,使血液内铁成分增加,导致脸色发黑。 这种症状最容易在男性和必经厚的女性身上出现。 因此,当出现脸色发黑征兆时,一定要警惕是否肝受损了,并要及时护肝。 五,容易抽筋 由于肝脏管理全身的经脉,所以当肝脏出现问题时,血液就会不流通,而经脉得不到滋养就会容易抽筋。 六,鼻头发红生活中,会看见有些的鼻子红红的,那是因为鼻头的毛细血管扩张形成的。 虽然红鼻子并不一定是肝脏受损导致的,但女性在肝脏功能降低,和耳蒙紊乱时容易出现红鼻子。 平时如何养肝? 一,青柠檬对于很多来说,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想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肝脏,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你们就可以吃点青柠檬,对于肝脏的保养来说,好处是非常多的。 这主要就是因为在青柠檬中含有特别多的维生素C以及柠檬酸,因此大家在日常吃它的时候,能够有效地促进身体进行排毒,还有就是能够让肝脏产生出比较多的感知,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就能够有效地给肝脏排毒,并且还能够让肝脏得到保养,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只要注意吃点它就可以了。 大家在平时吃青柠檬的时候,可以先把它切开,然后再把它放在水中浸泡,之后喝柠檬水就可以了,如果你觉得这样喝没有什么味道的话,你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蜂蜜调味,通过这样的方法有效地帮助自己保养肝脏。 2. 菠菜第2中要给大家介绍的,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吃点,对于维护肝脏健康来说,好处是非常多的一种食物就是菠菜。 这主要就是因为在菠菜中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,比如说叶酸、维生素、叶黄素等成分,因此大家在日常吃的时候,能够有效地调理肝气,并且还能够让血脉畅通,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注意到这点就可以了。 2. 大家在日常吃菠菜的时候,千万不要把菠菜长时间放在锅中煮,这样会破坏掉菠菜中存在的营养成分,因此大家在日常吃它的时候,最好是把它清洗干净之后,放在热水中焯一下,通过这样的方法不仅能够去除菠菜上存在的细菌,而且还能够把菠菜煮熟了。 3. 大家吃了这样的菠菜会更加有助于肝脏的保养。 4. 不喝酒能不喝酒就不喝,能少喝就少喝,即使到了非喝不渴的地步,也是点到为止。 5. 吃新鲜食物尽量吃新鲜的蔬菜、瓜果、牛奶等,腌制的咸菜,油炸食品尽量少吃。 6. 只吃自家腌制的时间比较短的腌菜,尽量不吃街边烧烤、凉拌菜等。 7. 吃火锅尽量选择单的,基本上可避免消化到传播疾病的发生。 8. 饮食原则高维生素、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糖。 8. 借怒减压中医认为怒伤肝,若情绪不好,要学会移情移性。 9. 在工作中遇到不开心的事,下班马上回家,生活中遇到不开心的事,出门散散步。 9. 工作劳易结合,因为劳累会加重肝脏负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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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